嗨,大家好,我是妈妈,欢迎来到我的护肤频道 最近啊,天气又开始热起来了 很多人都开始关心自己的脸部美白问题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它并不是黑 它是黄 就你会发现有一阵子你皮肤状态还蛮好的 但有一阵子呢,又有点点蜡黄的感觉 这就不是因为单纯的因为太阳光的关系晒黑了 而是因为种种原因产生的蜡黄的问题 那如何来解决这个蜡黄问题 今天就跟你们讲透讲明白 好,我们开始 那在日本的杂志上面呢 有两个深深的研究员告诉我们 我们皮肤蜡黄啊 其实就是有两个原因所造成的 第一是糖化 那糖化其实很多人都有知道它的概念了 很形象的一个概念就是米饭放在外面放久了 就会发黄发硬一样 那我们皮肤上的糖化呢 其实是因为多余的蛋白质和油脂 从我们身体多余的糖所结合而成的一个反应 会让我们皮肤看起来暗沉暗黄 甚至会增加斑点还有细纹的产生 还有甚至会导致面部下垂 那其实还有第二个导致辣黄的原因 很少被提到的就是碳激化反应 有一个比较形象的就是你去烤肉的时候 新鲜的肉经过火烤之后就变成一个老辣肉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是因为紫外线照射下产生的自由基 和我们皮肤里的纸质结合产生过氧化纸质 然后不断的去攻击我们的蛋白质导致蛋白质碳激化 那这个情况下我们皮肤的保血力就会下降 透明度呢也会减低 甚至弹力也会减少 就会加速我们整体皮肤的衰老 并且呢降低我们细胞的代谢 所以说人老猪黄 人暖猪黄并不只是因为年龄啦 是因为这些问题所导致的 那如果你有以下的这三种以上的情况呢 就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这两项都占了 那如何去改善和预防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有五个很重要的方法一定要听下去哦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好好的用卸妆产品 不要以为卸妆产品啊 它只是来做卸妆作用的 那其实一些比较大牌的抗老型的卸妆产品呢 它也有添加去糖去自由基的一个成分 去研究研表明呢 说其实我们皮肤表面所停留的油脂啊 还有老肺角质 会直接导致我们表面皮肤脂质酸化 这样就会加速我们皮肤糖化和碳激化的一个可能 所以说好好卸妆真的很重要 那这边呢有举例一些可以使用的一些卸妆产品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虽然因为是抗老类的卸妆产品 会有一点点贵啦 但是如果基于这个原因的话 我觉得还是值得投资一下的 第二就是内服 其实抗老产品不只是用在脸上 像我自己经常会吃一些烤鲑鱼 它里面有下青素 还有会泡一些养生茶 比如说是会放一些桑胜啊 黑枸杞进去 因为它们拥有天然的抗老物质花青素 当然黑枸杞泡的时候啊 它不能用那种沸腾的水泡 它大概是用那种70度到80度的水 稍微在保温杯里面稍微焖一下之后 然后你就直接喝 这样的话呢才会保存它的营养价值 不然你泡的太热的话呢 它就是没有效果了 那平时也可以多吃一些比较偏紫色的食物 比如说茄子啊 然后紫薯 还有什么葡萄 紫色的洋葱之类的 都是对皮肤很好的 啊对还有蓝莓 还有第三个方法 就是你一定要看懂护肤品的成分 因为有些护肤品它虽然属主打美白啊 或者是抗斑之类的 但其实它的成分并不一定是适合你自己本人的 那这边呢有一张表可以供大家参考 来告诉大家哪些成分是适用于抗糖 哪些成分是可以阻止碳激化的 好第四个要说到护肤的时候可以用 这个呢就要说到日本比较有名的一个护肤专家博士 94天哲夜他的一篇报道 他有说其实是在我们护肤的过程当中用以下的方法 人体呢就可以分泌出催产素 导致我们皮肤变好 心情也会变好 这时候你会觉得催产素 这不是孕妇才有的吗 不是哦 其实我们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都会产生催产素 不只是我们女生 其实男生啊老人啊儿童他们都会有 那催产素的分泌呢可以提高我们皮肤机能 而且呢可以改善我们皮肤屏障 同时在心理层面可以帮忙减少压力 对于生活上的一些你可能看不惯的事物啊 或者是人你都会觉得好像比较的平和一点 比较有松弛感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荷瓦膜 所以在日本呢也称之为 方法其实很简单 可以在护肤前用旋转耳朵的方式让皮肤升温 因为呢36到40度是美白效果最大化的一个温度 那接下来上护肤品前呢用手加温后再上护肤品 之后呢用手清压皮肤 并且呢深呼吸让我们的护肤品更好吸收 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 我在操作完之后确实是觉得这个深呼吸啊 确实是会让自己的身心灵有种被治愈到的感觉 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第五方法就是我的老本行就是面部瑜伽 今天要做到的是很简单 就是放松我们面部轮廓的四大应急 来帮助改善老肺淋巴的排出 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按摩胆跟我们的侧头肌 接下来呢是咬肌 再接着啊就是我们脖子两边比较硬的肌肉 胸锁乳粗肌 我们给它稍微的按捏一下 好然后呢再是广景肌也顺便按捏一下 时常的话你可以自己感觉一下 像我侧头肌可能会用的时间会久一点 因为我觉得它很舒服 然后咬肌的话也不一定啊 因为我可能就稍微揉个10秒钟到15秒钟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可能会比较硬的人也蛮多的 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情况来改善 大概一截下来可能我觉得一分钟以内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教的方法一定一定要试试看 哦对其实哦我忘了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晒 好了好了今天教的方法如果你觉得很实用的话呢 记得帮我点赞哦 好那就这样子啦拜拜